不留时刻 故事在从头 副总 你快看新闻 差一会儿姐出事了 青年路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负载过重的卡车 与一名女子的电瓶车相撞 好心路人已经拨打了120 但该女子的家人一直没有联系到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 还好医护人员及时赶到 正在抢救伤者 你付出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当时就正常又转发 然后她这红衣装也没干净 啪一下就冲出来了 那我哪来得去啥呀 就对了 所以我跟你说啊 还挺严重的 你怎么洗腻什么地方 这么难的太麻烦了 来 小心 慢点 可不是嘛 这么惨 能不能抢还不一定呢 这重力才是 医生 她怎么样了 你是家属啊 我她男朋友 是这样 他是静脉大出血 由于事故呢 发生得比较突然 我们来的时候啊 她已经休克了 但仍然有脉部 而且啊 看到有人已经给她包扎过了 幸亏之前有人做了执写措施 不然就更危险了 来吧 好 方道 你去哪里啊 儿子 哪里 哪里走 快来 怎么去哪里 儿子 你还走不走啊 不走了 师傅 开车吧 没事吧 小秦 我 你该不会以为被撞的是我吧 吓死我了 没有 我刚刚是为了救人 但 但是我 我把这个文档给弄脏了 我又把事情搞砸了 我 抱 时空 故事里在从头 我不忘你眼中 深爱的温柔 爱着你原来 只要有你瞬间 忘掉你偏偏皆需要 今天辛苦您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 反正我也没有受伤嘛 不用那么担心 我平时跟你更习惯了 我的车 我来了 来了 少小姐 您的电瓶车啊 我已经停到楼下了 这是您的头盔 还有钥匙 这头盔换了吗 换个更安全点的 好 回去吧 好 行 拜拜 我回去了 方总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安处理 找几个成功的告白案例给我 告白 方总 难道您要 愉快愉好 放心 我有一套告白毕生大法 绝对可以让柴小姐 感动得一塌糊涂 你就瞧好了吧 惊喜啊 还在后面呢 我